三国演义中 有位神秘的水晋先生 他未卜先知 对天下事了如指掌 他预言刘备日后龙像天飞 他推荐奇才诸葛亮 一言道破得其主 不得其时 后人评价说 水晋先生如果出山 一定会改写三国历史 刘表邀请刘备去襄阳赴会 不料却被蔡茂带兵追杀 先好宝马地卢不防民主 他在这刘备一跃而起 跨越了宽阔的潭溪 把追兵甩在了溪流的对岸 刘备策马而行 途中遇到一个奇牛吹笛的童子 尽管是萍水相逢 但牧童呼出他的字号刘贤德 刘备大吃一惊 在这么偏僻的村庄 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 经牧童介绍 原来是他的师父司马辉说的 司马征史上却有七人 东汉末年明世 人们称他为水晋先生 此人精通道学 经学 奇门和兵法 因他学识渊博 有知人见人之能 受到识人的尊敬 三国演义中 水晋先生告诉牧童 近日刘备会来 还说了刘备的大致形貌 称他是当世之英雄 所以牧童见到刘备后 根据师父的叮嘱 极客认出了他 在牧童的引领下 刘备来到一座庄前 他在中门听到了一阵优美的琴声 于是驻足聆听 忽然琴声停止 有一人笑着从屋内走出来 正是水晋先生 这位水晋先生真是位奇人 他说 琴声中忽然升起高亢之调 就已知道屋外必有英雄窃听 于是起身相迎 水晋先生第一次出场 作者罗冠中用八个字松弦贺骨 气宇不凡形容他 俨然一位先锋道骨的世外高人 刘备一见水晋 慌忙行礼 不料水晋说道 宫今日幸免大难 也就是说刘备今天遇到大难 索性有惊无险 冯兄话集 从小说第三十五回地描述看 水晋先生具有未不先知的能力 甚至还有特异功能 事先看到了刘备的长相 以及他所遭遇的劫难 刘备本想隐瞒逃难的事实 但被水晋一言说破 你不必隐晦 今天你一定是逃难 逃到了这里 刘备只好坦言是被人追杀至此 感叹自己命途多舛 水晋先生安慰他说 不是如此 只是你身边没有能人罢了 但刘备认为自己身边有很多人才 诸如关羽 张飞 赵云等武将和孙前 弥主等人 但水晋认为 刘备身边缺少经文既是之才 解读童谣 龙向天飞在这场会谈中 水晋为刘备推荐了天下奇才符龙 凤楚 还为他解读了一则预言 声言刘备日后会天明有归 龙向飞天 刘备一听 震惊地当场向他拜谢 要知道 刘备此时处于人生低谷 可谓是万分落魄 水晋提到的那则童谣 于建安初年在荆州郡县中流传 虽然是童谣 却丝毫没有同言同趣 且听歌词 八九年间始于衰 至十三年无结疑 到头天明有所归 你中盘龙向天飞 八九年间始于衰 水晋先生说建安八九年间 刘备的前妻去世后 后期蔡夫人拒绝前妻所生之子为继承人 于是刘家生乱 这就是所谓的始于衰 无结疑者 刘备于建安十三年去世后 文臣武将会雕陵散落 而天命有归龙向天飞 则会拎在刘备身上 水晋炎卧龙的旗主 不得其时水晋先生说 扶龙奉厨 两人得一 可安天下 在三国故事中 诸葛两文韬武略 其谋善断 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即智慧 忠贞 谋略于一身 可是智慧超群 论其才干 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 军事出类拔萃 这位奇才几乎照亮了三国时代 诸葛亮 自孔明 人称 卧龙先生 当后来刘备得知 扶龙原来就是指诸葛孔明 备好礼物正打算前去拜访 恰巧水晋先生来到新眼来拜访 有人徐树 听说徐树已离去 并推荐刘备去寻访诸葛孔明 水晋先生说 诸葛亮常以管众 乐意自比 但他本人认为 诸葛亮可与周朝江子雅 汉朝张良相媲美 刘备关于等人听了都感到很惊讶 水晋词别刘备之前 仰天大笑 说了一句 我龙虽得其主 不得其时 悉哉 他为诸葛亮声不逢时感到万分叹息 刘备三顾茅庐 如愿以偿 请得诸葛亮出山 在刘备草创艰难之时 诸葛亮鼎力相助 无疑是锦上添花 诸葛亮出山后 驻刘备攻占了荆州 以州 汉州 或许因此 水晋先生说 诸葛亮逢刘备式的其主 那么 为什么诸葛亮不得其时 诸葛亮不得其时 从当时的格局看 曹操占据北方 大势已成 关渡之战后 曹魏大军所向披靡 势如破竹 曹操扫荡北方群雄 文臣武将军听命于他的麾下 司马懿 巡御 郭家 夏侯敦 徐楚 张辽等等 曹操麾下文臣武将 军事闪耀于那个时代的明星 从建安二年到十六年 曹操先后出兵 打扮了吕布 袁树 袁绍等豪强 统一了北方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受封为魏王 曹批称帝后 追尊为魏武帝 此为后话 东吾一帝占尽地利 坐拥长江天险 在战略位置上一手南弓 历经孙奸 孙策 孙权几代人的统下 东吾人才积极 在周瑜 陆逊 鲁肃 张昭 顾庸等人的辅佐下 孙权在江东独占凹头 纵观群雄 此时的刘备侠地不过心眼 武将不过关 张 赵 文臣谋士也屈之可数 刘备见天下大乱 有匡扶汉事 安邦定国之心 他去龙中请诸葛亮 一时没见着 半途遇到了诸葛亮的密友崔周平 由智入乱 天使不可为两人谈起当前局势 崔周平则认为 自古以来 智乱无常 自从刘邦斩蛇起义 诛杀无道 是由乱入治 汉朝太平了二百年后 出现王莽窜汉 是由智入乱 汉光武帝中兴 重振汉事基业 是由乱入治 民生安定了二百年 天下干戈在起的当时 正是由智入乱 所以崔周平认为 刘备与此乱世 请诸葛亮出山 欧悬天帝 捕坠乾坤 恐怕不是简单的事 在他看来 无疑是枉费心力 天使如此 定数如此 世人终是难以抢求 刘备是一心匡扶汉事 不想尾于天术和定命 结成邀请诸葛亮 当时的格局 曹操已战了大半天下 东吴孙权作分江南半壁 无论辖地 人才 还是民户 都比刘备要大许多 蜀国可谓是在夹缝中生存 刘备于二百二十一年正式称帝 为替杰义兄弟关羽 张飞报仇 刘备率军进攻东吴 被东吴战将陆逊打败 此后不久 刘备病死于白帝城 致死也未能统一天下 三国之间 彼此征伐 无以宁日 正是因了崔周平所说的 游质如乱的天使 或许因此 水晋先生言诸葛亮不得其时 尽管如此 身在风云乱世 诸葛亮为报留被知语之恩 为心腹汗是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 演织了乱世的终真传奇 演织了乱世的终真传奇 我许葛亮不得其他终真传奇 我许葛亮不得其他终真传奇 我许葛亮不得其他终真传奇